剪彩小朋友就来说应该会很紧张吧 不过在土耳其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不但不紧张 而且还抢先总统把彩带给剪掉了 这下真的超尴尬了 调皮的捣蛋的他 下一秒马上就被站在后方的总统 悄悄头小小的碎念一下 宛如爷孙两的可爱互动 超级逗趣 前方小朋友排排站 后面站的可是土耳其总统艾尔顿 跟着总统来剪彩 这名五岁小男孩却比总统 还抢劲 人家主持人都还没cue 小男孩就抢先一步咔嚓 把总统要剪的彩带剪掉了 这下好了后方总统很傻眼 忍不住出手敲敲敲 小力的轻轻敲了小男孩的头 连敲三下 旁边小女孩也忍不住笑了 总统心里OS想必是 你都剪了我剪什么啊 接下来小男孩想亡羊补牢 把剪断的缎带抓在手中 假装没剪过 另一个小男孩也很精灵 彩带特地举高高 让总统开心剪 好不容易完成剪彩仪式 总统爷爷不忘拍拍小男孩的头 提醒他下次别再这样啦 胆敢抢走总统风采的 还有他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台上口沫横飞 旁边小男孩却在他耳边尖叫 带手势比他还嗨 场面热是好事 不过当总统的小孩 可不见得爱听爸爸演讲 欧巴马当年就职时 女儿打了个超大哈欠 川普演讲时 儿子拜伦也曾都摸摸西摸摸 狂打哈欠根本没在听 让台上总统爸爸还真是有点糗 记者中间我们报道